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剧又换男主 这次是王一博,后援会紧急辟谣 目前大部分艺人都在忙着进组拍戏,但同时团队也在为他们洽谈新的剧本, 这样很多艺人才能够有机会实现无缝进组,而且一部剧的合作, 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有一些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确定下来 这一段时间杨子正在和范澄澄合作拍摄《199爱》,这是一部爱情剧, 剧中还有校园题材的戏份 关注杨子的网友都知道,他过去出演的很多爱情都会涉及到校园, 在《亲爱的热爱的》中饰演的是一位高智商研究生, 在《余生请多指教》中饰演的是一位大提琴学生 前一段时间他最新这部剧还有校服的路透曝光,估计是高中生的设定, 这一次杨子在造型上也有很大的突破 新剧正在拍摄中,网传的作品《男主角换了一个又一个》, 网传杨子接下来要拍摄《成欢记》,原著小说《一部女视角》的作品, 讲述了女在当时的背景下如何自救的过程, 非常励志的一个角色,这也是杨子之前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 从几次的网传消息中能够看出,女主角应该确定是杨子, 但男主角应该还在接触中,在此之前网传过男主是徐凯, 被选是张婉毅,其中张婉毅和杨子之前就有过一次合作。 最新的网传消息竟然是杨子合作王一博, 目前王一博也在组里拍戏,他合作李沁拍摄一部民国剧, 这一段时间有关他的网传消息有很多。 之前还有一个王一博将出演某部剧四番的消息, 王一博不仅被蹭热度,还有网友骂刻意争番位, 但事实是,王一博根本没有参加这部剧, 后援会第一时间辟谣了已经。 这一次网传杨子合作王一博的消息也被王一博的后援会紧急辟谣了, 毕竟从以往的经历来看,王一博在被溜的同时还会被骂。 这一段时间王一博真的非常低调, 在无名的路演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王一博就已经开始进组拍戏了。 当时无名上映的时候, 王一博被很多黑粉盯上, 电影的票房和口碑都受到了针对, 对此王一博也有一定的压力和负担, 毕竟一部电影是全组人员共同努力的心血。 因为王一博的热度和流量都非常高, 所以很多影视剧也试图通过他博取一定的关注度, 粉丝们早已经习惯王一博反复被溜, 关于被从热度的问题也不想做出太多的回应, 但多次因此被骂, 是大家无法容忍的。 某个作品还没有正式定档, 只是网传出了一个还没有被证明的阵容, 王一博就要因此被质疑再争翻味,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后援会辟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王一博和杨子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如果能够达成合作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目前两位演员都在进组还是新剧。 很多网传的消息只能够说明相关的演员或许被接触过, 接下来还是要看剧方正式的官宣, 期待王一博和杨子的新剧都能够顺利清, 大家一起敬侯佳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